8月5号我国的这个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呢 其实就第一次超过了两万 那当然我也理解到 这个数目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 令到很多的人啊 就感到非常的恐慌 非常的惊慌 那我们说呢 除了加快这个疫苗的接种之外呢 当然配合政府的这个防疫措施 然后呢 尽量的待在家中 这一点呢 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其实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 我们也知道 疫情肆虐到了现在一年半 其实各行各业 受到了重创之外呢 还有别包括了 我们非常辛苦 在前线坚守住 我们最后一道防线的 前线的医护人员 那配合8月的国庆月 我们的特别节目呢 也来到了第二集 希望能够借由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 就是好好的向我们前线的医护人员呢 来致敬 欢迎收看今天的你怎么说 我是佩玲 你除了可以在新闻频道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TV2 以及我们的脸书专页 收看我们的这一期直播 也欢迎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想法的话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下方来留言互动 马上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当然是用线上的方式 我们的这位嘉宾呢 他是沙拉月中央医院感染及尘染病 尘科医生我们有谢若斌 谢医生你好 嗨大家好 是 那你好 你好谢医生辛苦了 首先必须要先这么说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医护人员呢 都在前线非常努力的 为我们坚守这一道防线 那当然我们其实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啊 其实在报章上 或者是一些网路上的讯息 也看到了很多前线的医护人员 非常的努力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要听听 谢医生的一些分享跟说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谢医生本身呢 是在沙拉月的中央医院服务嘛 那沙拉月的这个单日的新增确诊病例呢 其实在八月十二号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破迁 当时候的这个数据呢 就是一千两百一十六宗 所以接下来呢 可能想要先请谢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 沙拉月当地的一些疫情的现况 还有目前的防疫措施 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是因为 谢谢节目组安排这个节目来 让我们有机会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 沙拉月一直以来都是 我们有 很努力的很严谨的想要控制这个疫情 就是很不幸的 因为他们现在的情况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 也超出现在我们所有医疗设施 能够承担的能力 所以有好的地方就是 现在因为现在能够在居家隔离 可是就大家必须要格外小心 理解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呢 沙拉月的这一个地理面貌 其实跟我们其他的州属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沙拉月其实除了有一些城市地带之外呢 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郊区 包括藏屋的聚落等等 那其实也想要了解一下 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地理面貌 其实对于沙洲政府也好 或者是对于像你们这一些前线的医护人员 在执行防疫抗疫方面的一些措施 其实是不是特别有挑战呢 其实不只是这些这些这次的疫情 其实一路以来我们的交通设施都一直是还不尽如意 所以交通设施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用水路 或者是我们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爬山涉水去才能够达到 所以其实一路以来 不管是什么疫情控制也好 我们都是面对很大的挑战 但是沙拉月当然是我们有自己一套的做法 通过常务的部长通过宗教团体的帮助 他们能够把最重要是能够把讯息带给当地的人们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人家不遵守 是因为讯息不清楚 而且讯息可能没有办法去到这么远的地方 所以很多在我们能够把讯息很完整的 很清楚的交代给我们内陆的子民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其实一路来都有很多愿意帮助我们的病人 就是他们有很轻微的新冠病毒 他们在隔离的时候 他们就帮我们录制了很多用各种族的语文 能够明白的短片跟录影带 所以我们就通过我们能够去到的管道跟当地的电台 然后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这些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所以我们就尽力做到我们能够做到的 是 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像谢医生说的 不管我们本身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承担着怎么样的一些身份地位 那大伙儿其实一起非常努力的 把这个正确的讯息给传达出去 那这一点是很关键 尤其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沙拉越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种族民族 包括原住民非常庞大的一个社群 所以我想这一点 其实沙拉越政府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前线医护人员 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谢医生按照你本身的观察 你觉得目前沙拉越的子民们 其实对于防疫措施方面的认知高吗 目前配合度算是不错的吗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他们都能够明白这个事情 也是因为时间已经很久了 可能已经20个月 大家都已经有点累了 不只是医务人员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兴趣知道医务人员累不累 因为人民都已经很累了 因为人民不能够回到他们的生活 他们也是很累 所以有些人不能够工作 不能够去他们应该要去的地方工作 也不能够有效的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事 所以人民也是累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办法 让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一起抗议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一路以来都叫人家 能够尽量不要出去 不要参加什么特别的聚会 也是不要参加什么额外的聚集的活动 这个是一路以来我们都鼓励人家这样子做 可是你说只有沙州人民不明白吗 你说只有沙州内陆人民不明白吗 但是我并不觉得是这样 因为不管你是在城市 你是在郊区 你都可以上网 你都可以有电话 而且MKN也是每一天都很想念我们 都可以发讯息给我们 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是内陆地区的人民 他们需要这些讯息 不是讯息你明不明白知不知道 而是你是不是能够去实践 你觉得你做了是有帮助 而且因为很多人他们是觉得 哎呀我都已经坚守了这么多个月 可是为什么还是我隔壁的人也是重感染啊 我的同事也是重感染 他们是很能够遵守SOP的 他们不是平常人 所以大家可能在完整的 SOP的方面需要很认真的去思考 就很像很简单的 如果你戴Mask 你应该要怎样戴Mask 你是不是可以把Mask放在桌子上 挂在你的手 挂在你的耳朵吃饭 是不是可以这样 还是你可以去参加你的朋友的生日会 我的朋友一定没事的啦 我的朋友哪里会有COVID吧 对吗 因为我觉得你我可能都会这样想 当我最好的朋友邀请我过去 可能我也是会这样想 我就想吧 我去一下啦 没有事啦 所以其实不是只是 沙劳院内陆的人民是这样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已经有点累 理解 我觉得谢医生谈到了一个关键 应该是说谈到了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呢 就是我们总是认为 自己跟身边的亲友 好像都很有一种侥幸心态 就觉得我们不会中 但我们也知道说 病毒其实是不会挑人的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多加关注 那第二个关键呢 其实刚刚谢医生有提到 医护人员很累 其实人民也很累 那换句话说 某个程度上 大家也处在一种非常麻木的状态 每天看这数字 然后看着很多的一些 确诊的消息 新闻等等 处在一种很累 然后又很麻木的一个状态 可是谢医生 这种状态 我们该怎么样破除 或者是说 该怎么样在这样的状态下 依然把我们的防疫措施 给做好呢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 所有人面对最困难的问题 这个是所有人都很想知道 我几时才能够好好去吃一餐饭 我几时才能够回家看我 我想念的人 所以 我们也是很没有办法的 可是 我看现在最重要的 我们想知道的是 我们必须要相信 这个新冠病毒 并不是最后一个病毒 会造成全球的疫情 它并不是最后一个 希望是这样 我们也是希望 这个新冠病毒 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提醒 就是我们人 必须要有希望 我们知道当我们能够 我们说法 下个月 我是很荣幸 我们可以做得很好 我们的疫苗打得很快 也很多人说 这个是很多因素造成的 可是我还是很感谢政府 很感谢州政府 这么努力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这么努力 能够把全国的 我们排在全国的首位 跟把疫苗 大家都能够打下去 能够尽量的 能够坚持遵守我们的SOP 因为有很多人 他们一般的明白 就是很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这些mask的问题 或者我去商店买东西的问题 可能你 明白 你觉得你明白了 20个月过后 你知道怎样戴口罩了 可是 有些人还是把口罩脱下来 就放在包包里 有些人就是把口罩脱下来 就是挂在手上 或者 这些 是可以改进的 我们是做得很好 可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还是需要改进 这样这个SOP可以做到更完善 因为在这个疫苗打完 跟 跟人的生死之间 我们当然是需要更多的努力 我们需要相信 这个是会过去的 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过去 是能够改善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 已经看不见希望 全部人都觉得 这些已经是 很糟糕的情况 在全国各地 就算是在外国 他们看到我们的数字 也觉得是很糟糕的情况 大家都看不见 前面有亮光 你不要讲 你要去哪里 去旅行 去看自己的家人 连最简单 你要去买东西 可能都回不去从前 可是 我们要相信 这些一切是会变得更好 然后坚信我们遵守 我们能够做的SOP 尽量不要出去 因为病毒 一定要靠着人 跟人接触 才能够传染 然后你买回来的东西 大家尽量要消毒好 做好这些东西 因为如果你不随便出去 真的是 比别人都难 拿到这个病毒了 是 理解 我觉得谢医生 刚刚的这番话 其实也说到了 我的心里去了 其实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疫情自虐了一年半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 对于所谓的防疫SOP 也非常的熟悉 但关键在于 我们有做得好吗 这是一个关键 我们接下来 先进一段资讯 资讯回来之后 我们依然有些医生 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不要走开 感谢医生 您身体健好吗 您身体健康 sweet 您不能 pinky脚ometrees吗 您能多不应该 您还没伴 peanut 商家务医部必须得到 皮 nuts roadmap eight Wheeler 您身体健康 新疾病有限 以外庭癌癌 symptom疾病 死亡 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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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i mana jua anda berada, kibarkan Jalur Gemilang dengan penuh semangat. Jalur Gemilang, kebanggaan rakyat Malaysia. Memulakan langkah pertama memerlukan seribu kekuatan. Langkah seterusnya memerlukan nekat dan juga keyakinan. Namun anda semua perlu menyokong dan juga membantu mereka kerana kepilihan itu pasti. Bersama kita menyemarakkan sambutan bulan kebangsaan. Jalur Gemilang, kebanggaan rakyat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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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官在做这一方面的分享的时候 真的这个感受真的是特别的深刻 尤其他刚刚开场的第一句话 其实很害怕 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这些前生人员 医生也好 护士也好 卫生官也好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大环境底下 还是非常努力的为我们把守住 这个最后一道防线 为的就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 把这个疫情减缓 能够让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 然后可以回到一个 所谓过往的一个常态生活当中 虽然现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蔓延 令很多人都麻木 令很多人都感到沮丧 甚至就是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但是我们常常在媒体前线 也想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说 我们可以偶尔失望 可以偶尔沮丧 但是我觉得希望一定要有 因为我们到了最后 一定可以战胜这一场的疫情 我们一定可以回到一个 更好的生活当中 一定要保有这么样的 一些正面的想法 那接下来呢 依然还是要欢迎我们的谢医生 谢医生你好 是那谢医生辛苦了 每次见到你都很想说辛苦了 真的非常不容易 那谢医生其实我们都有聊到 你是在沙拉月服务跟工作嘛 那现在其实我看了一些 新闻的媒体报道就有指出说 其实沙拉月的这个确诊患者 目前是处于第一跟第二阶段居多 也算是比较轻重的一个患者的状态 所以想问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因为沙拉月的子民在遵守SOP方面 比较做得比较好吗 或者是说目前疫苗接种的部分 已经发挥了一个效用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之前这个礼拜我们都一直在讨论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我们自己也是有稍微的看过 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资料 所以当然疫苗是不可或许 真的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没有很多已经打过疫苗的病患 我们不是讲有很多很多 可是有一些打过疫苗的病患 他们的确没有很严重的新冠病毒 这个我们感到很安慰 至少他们打了疫苗 他们并不会让他们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这个也是很鼓励 很鼓励到所有的人能够继续坚持 每天很辛苦的打一千个人 两千个人很辛苦 然后我们把疫苗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是很辛苦 因为我们大概差不多是从五月开始 我们疫苗来到之前一个月 我们已经有做TRAW RUN 我们的副卫生总监就将周卫生总监 就自己亲自带队到BLAGA这个地方 把疫苗送去看下 那个时候是四眼 就看下是不是能够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疫苗不会损坏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这些 而且我们也是看得到效果 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 打疫苗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当然打疫苗只是预防你得到很严重的疾病 你要不得到这个新冠病毒 最重要的还是 你不要跟有这个病毒的人接触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点 也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侥幸 因为你做一件事要做得好 要坚持并不容易 但是成功都必须要坚持 成功都必须要坚持 而且希望也是必须要坚持 没有一步登天的 只是慢慢累积回来的结果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坚持努力 我们很多这些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病患是占大多数 但是想回去 如果你有100个人里面 可能因为少过有5%的人是需要Oxygen 就是需要氧气少过2%的人应该是需要加护病房的帮助 需要插管才能够度过这些难关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设施 你有100个这样子的病人 1000个可能你能够照顾 可是如果你设施是只有这么多 如果你有一万个stage one stage two的病人 那就表示你会有1000个或者是数学不好 2%这样子的病人 所以这个其实是你的总感染数很关键 总感染数很关键 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人被感染 你不会有这么多严重的病人 所以你有严重的病人需要氧气的 不会超过5% 所以你这样子算起来 你就知道其实你的总感染人数是多少 理解 是没有错 我觉得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SOP给做好 尽量减低我们被感染的风险 那才不会加重前线医护人员的这一些负担 那其实谢医生你在前线工作 必然也跟很多的一些确诊者接触 那其实你跟他们之间是怎么样进行互动 你觉得其实这些患者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支持呢 当然 这个是当然 因为你在1980年代我们刚刚有艾滋病的时候 艾滋病都被歧视 就好像现在很明显的 他们很多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的人 他们都被歧视 他们都被怪罪 他们都被标榜成为很不好的人 可是有时候他们并不想这样 也是有时候是必不得已 当然也是有一些人他们是因为做了不符合SOP的东西 他们得到病毒 可是我们也是只是一个医生 我们只是医护人员 我们只是想要他们得到医治 他们可以开心回家 谁判断这些人对跟错 可能是刚才的医护官 可能因为他是负责给撒满的 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这些需要我们去判断 可是他们每一个人被关在医院里 或者他们被带去这些隔离中心 他们其实都不好受 没有人是好受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鼓励他们 我的护士跟我的医生 他们都做得很好 他们很花时间去鼓励他们 我们也是尽量有一些资讯给他们 跟他们说你们几时可以回家 你们需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资讯的完整 跟资讯的 我们明白资讯的完整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些能够尽量的跟他们说 他们是有机会可以回到家 不是关在这边到永远 就很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只要你跟我讲明年2月1号 我可以回到正常生活 大家都会觉得我独立是有价值的 可是我知道这一天是一定会来的 理解 是这一天一定会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予前线的医护人员 更多的支持 当然还是那一句老话 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做好防疫的SOP 非常感谢谢医生 我们先进一段资讯 回来之后我们邀请另外一位医生 来参与话题讨论 当我获知我需要去政府医院当前线的那个时刻 当我获知我需要去政府医院当前线的那个时刻 那因为我的家人其实是反对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极度危险的工作 那当然我也有问我身边的朋友意见 他说如果这是帮助人的 那你就去做 如果这是你想要做的事 你就去做 所以当下我就不再考虑 就简洁的就是follow the floor 就去吧 那当我最深刻的印象呢 就是一名很好的病患 可以说是很好 那是因为他是一个一名非常上解人意的病患 他住了大概20天左右吧 就是大概21天后 医生都会安排 就是会转院去不是COVID的医院 那这名病患呢 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病患 他也每一天都很想赶紧回去可以见家人 那他也是会跟我分享他的一些生活点点滴滴 然后就是也会跟我说他是如何得到这个COVID的病 那这个病患呢 那这个病患呢 他20天左右 他的状况真的是好转的 那大家都替他感到开心 那他就转院 那转院的时刻呢 他就要求说 我想跟你们拍一张照 那我们当然是很乐意的跟他拍了张照 但很遗憾的是那张照片就是我们跟他的最一张照片 那我也有曾经有一个病患 就是康复了他要转去普通病房 那就当下我跟他说 阿姨 等下你就可以转去普通病房啦 那其实当下他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他有牵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就是这一个星期对我的照顾 你真的很好 那当下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福德啦 我不知道现在在看这一个节目的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心情真的非常的复杂 其实刚刚呢看着这位护士小姐的一个分享 我们董小姐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尤其他刚才提到这是最后一张照片 其实有非常多人 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呢挺过这一关 但当然有更多人在我们前线的医护人员的一个辅助 帮助治疗之下也真的康复了 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挺过去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的是另外一位医生 同样的也在前线服务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线上我们有国大医院的这位医生 他是急诊顾问专科 我们有陈驼良医生 陈医生你好 嗨大家好 下午安 是陈医生你也同样辛苦了 在前线服务非常的不容易 那其实呢我在访问陈医生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 就知道说呢 陈医生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呢 其实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访问 也分享了很多你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些看法 只是说这个败血症不是很出名 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认识 这个败血症称为那个病毒的名字 或者是那个症状 就想讲伤风感冒 H1N1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肺炎 全部这些感染 感染的疾病呢 如果呢 他的情况没有再被控制的话 他就进入这个败血症的情况 什么是败血症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呢 就是把这个 在这个打回这个病毒 或者是这个细菌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产生那个 我们叫做发炎呢 还有我们的抗体啊 就把他们打死之间的时候呢 就把身体的每个细胞也弄伤了 但是就是说好像一个打仗的战场 四周围都会有破坏的地方 像我们的身体的每个器官呢 因为就是这个打仗的情况上呢 他们的那些器官也因此而弄伤了 造成伤害 所以变成了器官衰竭 所以败血症就是感染 感染疾病的进入了比较严重的情况 导致了器官衰竭 然后呢 它导致了死亡 所以在COVID的死亡 都是败血症所造成的 那如果真的是不幸确诊了 这个新冠肺炎COVID-19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以便就是防止 或者是避免自己呢 变成这个败血症呢 好的 其实呢 这个病毒呢 COVID病毒它是暂时是没有 这个我们叫Antivirus 就是没有解药 其实在每一个病毒感染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都会产生抗体 或者是我们叫做Immuse System 这个抗体呢 其实是一直在保护着我们 会要给病毒 变本加厉 把身体搞到 比较严重 所以呢 当我们在这个病毒还没有进入 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保持自己的食欲 吃的东西要足够 喝的水要足够 是因为我们在打仗期间呢 我们也需要有军粮啊 好 那个军粮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吃东西 问题是在这个 现在这个病毒呢 它就很狡猾 它就弄到你的味觉和嗅觉有问题 它就搞到你的胃口不好 所以呢 当你打 打这场仗的时候 然后胃口不好 胃口不整的时候 再加上这个 我们打仗的时候需要更多的 那个体 身体的体力的时候呢 我们又没有吃得多 那时候我们又打败仗 所以就会直接进入的 败血症的第一和第二期 就是我们说的 COVID的第四期和第五期啦 所以呢 如果是可以的话 在这个时间呢 就加注意一下家人 或者自己的食欲方面 吃不下也要吃 那就OK 那就可以把自己的 肢肠胀包正大的胜 吃不下就完蛋 理解OK 医生刚刚说到了一个关键 吃不下也要吃 以便确保自己的身体状况呢 处在一个是可以应战的 一个良好的时刻 那当然呢 现在我们每一天 很多的公众啊 当然有很多呢 是非常就是迎合 或者是遵守这个防疫SOP的 但当然有些人呢 其实是不听话 到处乱跑 那也成为了这个确诊者之一 每一天我们在这个媒体上呢 都在阅读跟这个 医护的系统有关的新闻 所以想问一下 在前线的重医生 其实你认为 目前我国的医疗系统 是处于瀕临崩溃 还是已经崩溃呢 像你们现在在前线服务的话 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其实这个情况 已经不是今天的事情了 这已经是一年半了 我们打这场战也打了很久 然后是一波比一波更加严重 那当然 当然了 第一波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是 有一种感觉是害怕的 因为我们不懂 对这个病毒的认识 不是很清楚它的性质 然后当我们应该明白的时候呢 那个病毒开始 那个病毒确诊率开始增长 然后呢 我们医院的设备就慢慢的增长 就是从不认识到认识 所以我们的设备就越来越的 越来越增加它的那个 我们病床 还有我们的那些遗器 来守护这个病诊 问题呢 现在第三波的时候呢 这个已经超出了前三个月的是9000多 一个月 每一天9000多 现在是2万 大概是两倍多 所以在这几个星期是蛮辛苦的 我们在筹备着很多的设施 来面对这个一下子来的两倍的增长 可是我们还是来得及 我们做得到 所以在这情况上 要说是我们做不到 其实我们也做到了 就算不是100% 至少有80到90% 我们做到 就是说在前线上面的话 我们有准备好为人民服务 现在就是因为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我们现在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变种病毒 或者是因为的SOP的问题 我们不懂到底是哪一个造成了 现在这样高的确诊率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 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多数据的时候 我希望人民大家也应该比较小心点 就是尽量不要出去接触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带军者 肯定要当着这个情况是每一个人是带军者 因为你可以想看看 每一天你在身边你的朋友都有人中COVID 对不对 在上一年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你后人间在你的社交媒体里 你就看到很多人往生是因为COVID 现在越来越多 你觉得如果是说这个是顶峰 当然我可以说暂时这个是顶峰 可能如果我们再不照顾现在的情况的话 可能明天也是一个顶峰 后下个星期也是另一个顶峰 所以我们很请大家多体谅 看一看这个情况 再小心一点 当看到什么 像说什么 这个问题越来越增长 是我们需要负责我们自己保护自己 和自己爱的人 是的 没错 程医生说的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把现在的情况当成 就是已经是最严重的情况 同时要把每个人都当成是带军者 那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保护所有人 接下来同样的我们先进一段资讯 资讯回来之后 我们依然有程医生在线上 不要走开 那现在每一天我们通过 卫生部的一个数据报告也知道 现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就是在雪龙这两个区域了 那每一天现在也逼近了一万 或者直接破万 那现在我们看到 程医生服务的这一个地方 就是在国大医院 就是在我们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那接下来也特别想要问一问程医生 其实你每一天在医院在前线服务 那身边当然也有一些同事 就是不幸染疫倒下 其实程医生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目前对于这个防疫的部分 你的立场跟感受是否也做了一些调整呢 好的 其实我们现在都每天都会觉得 都有一两个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的确诊 情况其实是比上一年比较严重 是因为现在的确诊率 这个新的case也很多 所以再加上可能就是有变种这个可能性 变种病毒的可能性 就把这个感染的情况弄得比较糟糕 然后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 我们自己的医疗的同事 就已经进入ICU 其实他的情况很不妙 他在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带病 所以他不能打疫苗 所以可是他还是照样为我们的人民服务 他从来都在每天都穿好这个PPE 在那边放人服务 可是很不幸的就在 其实三个星期前 他就中了这个病 然后在上个星期就进入ICU 他的肺部就感染到很严重 所以现在病在 现在很严重到可能随时都会上市生命 所以在这个情况上 我其实蛮 不是说我们蛮伤心的 其实我们不懂 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已经尽力去帮我们自己的同僚 可是因为为了人民请命 这个真的是很没有渊源的 这个 还加上这个同事 他是一个很有心很爱心的一个同事 他跟马来西亚特摩斯有做很多慈善 然后他有做很多outreach 然后他也在我们医院服务很久 一个很自身的一个同事 所以他的家人的孩子还小 还留下一个 现在还有他的妻子 真的也是在前线 他就去在ICU做工 所以他们两双双都 进入了这个很心疼的情况 然后我们今天都有跟很多那个 我们的慈善机构 或者是跟那些宗教机构的 都每个晚上他们都做那个prayer给他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也是恳请我们全国的人民 如果听到我今天说这句话 请你帮他 也祈求一下 祝福他 希望他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因为在ICU呢 很难 因为你可以看到 那个情况 他是一个人很孤独的 他妻子全部都不在他身边 就算是医护人员 明白吗 所以在前线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每次是抱着生命危险的 这就是我们未明 为什么我们要做 还是站在这个岗位上 完全没有渊源的去做 所以呢 我也很希望在 在这个 瘟疫的时候呢 也是促请大家 你们在家 可以在家里 真的可以跟家人 有人恰恰在一起吃一顿饭 可以吵一吵一场价 其实是一种乐趣 一种比起很多人没有的 机会的 是一种幸福 理解 非常不容易 真的所有的前线人员 真的都辛苦了 那其实我觉得 医护人员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也面对这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心理负担跟压力 其实诚医生 你们有接受一些心理资商 或者有相关的一些辅助的部分吗 其实在上一年的我们的 我们的心理学医学部呢 他们有做这个心理辅导 他们有做群体心理辅导 给这些前线人员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有家人 我们自己也是 都是需要 我们也是很害怕 把病毒带回家 每一天工作回去的时候呢 我们会 很积极的去把自己消毒 和冲凉之类的 可是我们心理上 还是有那种压力 就是怕把病毒 不小心传染给家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 其实这个可能性 再加上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variant的时候 我们也更加的害怕 因为我们不懂它的传染的指径 是真的是空气传染 因为真是有数据所知 是这样子吧 所以再加上呢 我们觉得越来越无奈 就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可是为什么那个情况的 新的确诊病人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只能说就是 我们只能建守着我们岗位 就是一直在做 我也是曾经每天 放工过后呢 就真的是每一天 做工之前睡不着 放了工作回家的时候 两三天都是睡得不是很好 因为每天都要看胜利别 别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上 我们觉得在瘟疫中 其实不是说全部都是悲观的 只是说我们应该是感恩 今天还可以生存在这个情况 在这个恶化的情况上 我们还可以生存吃一顿好饭 还有想吃喜欢吃的东西 还有还有亲人在身边 那就是一种很好的 一种鼓励和一种幸福 所以在前线我们今天看到 小孩子孤独一个人 为什么呢 他的父母亲去世了 我们需要跟他安置他们的情况 找亲人 找别的亲人安顿他们 很多小孩子就变成孤狼 所以这种情况 其实不是我们在以前 做医生做了这样多年 而都从来没有赏识过 进入这种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我们的 在这几一年班里面 我们学习了很多那种 我们说我们有经验过 很多不同的那种 信天孤狼 然后真的是毕生难忘的 那真是给我们带来 很多这种不同的人生观 也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磨练 一种磨练 所以在现在为止 我们就算是我们很累 我想我们大家都在 一直在付出 所以我们国民不要放弃 要照顾好自己 当你照顾好自己 就是照顾我们 这是每天我跟大家说的 你照顾好自己 就是照顾我们全身人员 谢谢 理解 非常感谢程医生 刚刚的这一段话 我想也可以作为 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 那我想医护人员 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不要忘记了 他们其实在前线 为我们服务 这不是必然 是因为他们的专业 是因为他们的立场 也是因为他们的善意 跟理念 所以我想作为我们民众 一定要做好防疫SOP 尽量的配合 然后不要再成为 我们前线医护人员的 这个负担 当然就像是程医生说的 我们要在疫情当中 保持感恩 然后同时要好好地 珍惜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们能够健康 这一切都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非常感谢崇医生 也谢谢刚刚谢医生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也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 能够代表所有 三千两百万的马来西亚人 向我们的所有医护人员致敬 也请你们好好地照顾自己 辛苦了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感恩 谢谢大家